好那首先呢 讓我們來關心一下最新的疫情消息 不知道大家3G疫苗都打了沒有 有沒有不良的反應 因為台北市一名16歲的冯姓少女 她因為接種了BNT疫苗之後 出現了不良反應而過世了 她的遺體兵存了非常多個月 都無法下葬 因為死因還沒有辦法查明 讓她的母親感到非常的難過 那她今天在新黨台北市議員參選人 郭榮仙的陪同下 台官呢衝這個疾管署抗議他們救濟不公不義 她呢母親呢還拿出陳情信哽咽的控訴 陳時中應該要下台 要來聲援我 監督你調子要不要看我的陳情信 而且這件司法相驗 我非常覺得 討敗的制度司法制度有問題 我們實際的家屬 竟然沒有辦法看解剖報告書 必須令請給我訴訟 我們才可以調閱 本案的解剖報告書 不覺得很扯嗎 不是要訴求國家回答 我是要因為要另請一個起訴 我才能看我女兒的解剖報告書 如果今天要講到賠償 我其實我女兒在第一時間 在台大兒童醫院 在12月28號 檢疫題的時候 那一個檢查公文 我就已經告訴她我要弃捐 我沒有打算要夥賠 但是她為了死因不明 她只有我燕滅的證據 然後說我有額月移立 所以靠了遺體 靠了僅僅四個月 我一開始就沒有要國賠 我是為了那一份解剖報告書 我才要去按鈴申告 馮妮母親今早在CDC門口舉牌抗議 哽咽的說 大女兒打完BNT後過世 5歲小女兒5月中 也確診送台大醫院 氣速的問指揮中心陳時中 到底有沒有去醫院 看看那些辛苦的醫護人員 認為陳時中應該下台 新黨台北市議員參選人 郭榮仙 4月曾陪同馮母召開記者會 她5月4日再開記者會控訴 並提出兩大疑點 分別為法醫的研究所 是否能驗出死亡與疫苗的關聯性 一次接種疫苗致死的檢驗項目 應該有哪些 希望相關單位能找入查出死亡的原因 針對這起案件 目前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尚未確認瘋女的死因 衛福部的專家會議也尚未認定 少女的死亡是否與疫苗有關 可以想像那個少女的家長一定會非常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自己好不容易養到16歲的女兒 打了疫苗然後突然就過世了 而且因為到現在其實也沒有一個結果出來 讓家屬一定也是覺得內心的那個結沒有辦法打開 他們其實就只是想要一個真相而已 好接下來我們轉換焦點來看一下 現在很多家長就會關心說 到底學校會不會提早放暑假呢 對因為學校到底會不會提早放 其實很多人也是覺得很疑惑 感覺好像說要放還是不要放 因為怕說會放的話好像就是這樣子教學的關係啊 然後會不會受到影響 那如果不放的話 是不是好像同學間的這個染疫程度又會提高 那這個國三還有這個高三生停課呢 至畢業典禮的前一天 那針對停課呢是否要繼續延長 其實台北市呢已經有一些復案 那麼在今天下午的時候會正式宣布 因為等一下9點中午會跟市長做報告 所以昨天教育局已經討論過 我們還是等到市長做決策以後 下午的記者會來對外界做說明 好嗎 對於北市在下一週究竟要遠距還是恢復實體上課 台北市副市長蔡品坤表示 三個考欄因素 第一個是疫情狀況 第二個是學生疫苗的接種狀況 第三個是首都生活圈 會跟新北市教育部再繼續討論 而台北市副市長黃先生26日上午 有說到上午9點會與柯文哲報告 北市教育局已經在25日討論過 但仍然要等柯文哲的決策 並且於今天下午的記者會對外說明 對於要不要停課的問題 台中市長盧秀燕在今天早上是率先宣布 他們說台中市要維持停課不停學的策略 所以他們決定要延長一週 台中市一直到6月2號之前 都要維持遠距教學的政策 因為台中市目前正在疫情的高峰 非常的嚴峻 也因此我們決定這個停課不停學的計畫 再延一週 再延一週 就是從5月30號禮拜一 下禮拜一開始到6月2號禮拜四 那因為禮拜五開始就是端午節連續假日 所以換句話一直到6月4號 那至於端午節完以後6月5號開始 要不要再停我們會滾動式的檢討 是疫情的狀況來做滾動式的檢討 那下禮拜會再宣布 好那因為現在新冠肺炎的疫情非常嚴峻 而且已經深入校園了 那下週呢 這個針對國中小是否要持續 這個遠距教學 已經有一些縣市排版定案囉 包含呢是台北市台中市南投縣 彰化縣還有宜蘭縣 那其他縣市呢都還沒有公佈 那如果有網友的小孩呢 剛好在這幾個縣市上課的話 最近也可以稍微準備一下一些食物啊 然後還有一些生活必需用品了 而且我們也想問問看各位家長 你覺得你是支持說 我們家的小孩要趁這個 就是疫情嚴峻的時候呢 是先停學呢 然後就是先提早放暑假 你覺得比較好呢 還是說就像現在這樣 大家就是實施遠距教學 你覺得其實這樣就可以呢 歡迎大家跟我們留言討論看看 因為其實兩種方式 其實都有他各自的利弊之處啦 那有人會說好像會 如果你這個提早放暑假的話 感覺又把病毒帶到家裡 有些家長其實也是會擔心 歡迎底下在留言跟我們分享討論 對那其實教育部他們也有另外一個考量 就是除了說擔心小孩子 會把病毒帶到家裡之外呢 教育部長潘文中啊 他今天早上就說了 他們現在決定是不要提前放暑假 因為他考量說 其實現在根據規定啊 暑假就是60天嘛 那你如果提前放的話 其實就會影響到應屆的畢業生 或者是今年9月要入學的新生 他們的這個受教的時間上 對他們的受教權因會受到影響 對所以呢教育部現在就說 他們呢目前並沒有規劃要提前放暑假 根據教育部昨天公布的最新統計資料 昨天校園單日新增809人確診 其中本土生累計確診總數接近16萬人 光是國小學生就有將近5.5萬人確診 而外界不斷傳出要提前放暑假的聲音 教育部長潘文中就在今天早上表示 依照高中以下的學生學習跟假期辦法 暑假只有60天 這關係到應屆的畢業學生 還有畢業後的新生入學權益 影響面非常的大 所以教育部目前並沒有規劃要提前放暑假 而是會由學校跟地方政府 試疫情的發展來做遠距教學等相關的彈性做法 我剛看到網友留言安琪拉她有說 這兩年孩子上課就這樣上上停停 學習真的會受到影響 好像很多網友們家長其實也都有反應這個問題 而且我現在看到很多家長都說 他們現在手機裡面的相簿 最多的照片就是每天要拍自己家的小孩 那個作業的照片 然後要回傳給學校對不對 回傳給老師 然後老師再回傳就是他改過的那個作業回來 所以他們的那個手機裡面很多人的 都是這個作業的照片 作業的照片 老師也是很用心 因為這樣來回看其實也蠻麻煩的 對啊 其實老師的視力可能會受到影響 對對 好我們轉換焦點來關心一下 指揮中心呢 在今天有個新政策實施囉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畫面上這個快篩陽性 從今天開始經過醫師診斷之後 就視同是確診了 快篩陽等於確診 不過呢要注意的是 是必須要經過醫師診斷的 對有一個彈書是這個要擺在前面的 對指揮中心有特別強調 並不是自己認為自己快篩陽性 就可以直接重去領藥 所以我們在宣布大概就是明天5月26號起 那我們全面就是快篩陽性 經醫師診斷後 那我們視為確診 大家知道就是一個是要快篩陽性的 那只要經過醫師的診斷 我們就認定視為確診 好 當然就不用再做所謂的PCR 當然還是有些情況需要做PCR 那當然可以做 但我們只是說很清楚 從明天開始快篩陽性者 經過醫師診斷後 那就是確診 好 那當然就可以根據相關的情況 使用藥物 不管是我們症狀的藥物 或者是相關的一個口服的藥物 即使家用快篩試劑驗出陽性 全民都必須經過視訊看診 或者是由醫師現場評估 也可以到篩檢站由醫師診斷確診 並通報之後 再依據每個人的情況給予適當的藥物 口服抗病毒藥物 也會在醫師評估需求之後發放 如果輕症或無症狀者 也可能不需要領藥 陳時中就強調 篩檢站不是自行認知確診 就可以去拿藥的地方